哈喽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明天呢就是元宵节了 其实我的汤圆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觉得一定要吃汤圆什么的 但是呢,既然是元宵节呢 我就买了一些我感觉跟汤圆比较接近的东西 从Trader Juice购买的马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rader Juice的马蜀呢,其实有好多种口味的 这个是绿茶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草莓的 另外呢,还有这种mini的,很小的,芒果的 另外它还有,好像还有巧克力啊 还有椰子的风味 但是我感觉那两种呢,我可能不会特别喜欢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三种 那这三种呢,其实我昨天都已经打开 是吃过了 所以呢,我今天才想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盒子呢,拿出来这样的 然后呢,像这个绿茶的呢 那边就是六个 六个呢,我们先打开 然后,这是绿茶的 然后有这么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草莓的 草莓的呢 也是这样 粉粉的 很春天的颜色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mini的芒果的 芒果的包装的有点不一样 是这样的,打开一个盖子 然后特别小 这些可以看到 像一个蛋黄 就像是鸡蛋黄一样 很漂亮 然后这三个的大小对比呢 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 这是草莓的 这是绿茶的 这是草莓的 这是芒果的 然后呢,我们先从最小的这个芒果来试一下 这个芒果的呢 甜度非常低 感觉里边就像是新鲜的芒果泥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它是冷冻的嘛 所以还是很有质感 然后外边的这层皮呢 很薄 还是挺好吃的 然后呢,再试一下这个草莓的 嗯,草莓的感觉就比较软 里边像是冰淇淋 你可以看 里边那个白的就是草莓味的冰淇淋 这个外边的一层 米皮吧 应该是 特别筋道 嗯,但这个甜度比较高 我感觉这个草莓的明显的 就比那个芒果的要甜 然后最后来试一下这个绿茶的 嗯,绿茶的甜度介于芒果和草莓中间 嗯,这个绿茶的特别好吃 绿茶的,我感觉吃出了那种糯米粽子的味道 真的特别香 嗯,里边就是这种绿茶味的冰淇淋 嗯,那这三个比较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草莓的是最甜的 有浓郁的那个草莓风味的 冰淇淋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最芒果的 这个最小 这个是最不甜的 嗯,这个呢 介于中间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绿茶的 我可能会无限回购 真的特别好吃 特别清香的味道 而且很天然的那种清香味道 像这个的话呢 很甜 有一点那种人工香料的味道 然后这个嘛 就感觉 介于中间吧 一般就像是 就像是在吃芒果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TraderJuice的冷冻去看一下 都是冰的 但是呢 直接吃都没有问题 因为里边就像是冰淇淋的那种馅儿嘛 还是很软的 那如果这样的冰甜品搭配饮料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根据个人的爱好吧 你可以喝绿茶呀 柠檬草茶呀 但是呢 这个是冰的 茶呢 又是热的那种 感觉可能 如果你牙齿过敏或者什么 可能会不太喜欢那种 强烈的温度的对比 温差 那我呢 是比较推荐 比如说你搭配 甜白葡萄酒 比如说 Moscato甜白 或者是雷斯令甜白 因为它酒体非常轻盈 而且喝之前呢 也要把它放在冰箱里 温度非常 6-8度 这样的饮用温度 然后呢 一般这种甜葡萄酒呢 酒精度数也比较低 所以跟这样的 冰甜品呢 会非常搭配 那我呢 会比如说 我今天会选择 跟什么搭配呢 先把我最喜欢的 一个冰球放进里面 然后呢 我会选择 搭配一点点 米酒 因为 麻薯就是成分 它外面那个皮 就是糯米做的嘛 所以呢 跟这样的米酒呢 其实也是很相得一张的 很搭配的 然后这个米酒的 酒精度数呢 非常低 非常清淡 跟搭配起来呢 会有非常清爽的口感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分享 然后如果你喜欢呢 别忘了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呢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